法定人數不足 很重要也有意思 我也在此作出一個決定 就是聽了很多的反應 包括到先前一開始的時候 很多程序的問題 我也根據作為授權的做法 我也看了和聽了 先前對於規程問題的很多內容 了解了很多大家的反應 但我認為繼續處理這類規程問題 只有一個目的 時間是會不斷被拖延 而實質上主要的期望 就是想將它 退到一個沒有辦法再處理的時間 這一點我覺得作為主席 我是沒有辦法不作出一個決定的 就是進行 原先我們必須進行的有關會議的內容 所以我現在希望大家 大家都是本著一個實務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一直進行的當中 在我的安排裡面 我要求大家發言就發言 在這個順序裡面去表達 如果有再在中間打斷 我只能夠使用議會給我的權力 如果不是我沒有辦法 將議會能夠開得一個有效率和正常 和能夠處理我們有關的項目 我這裡再重申今天 我們曾經一開始已經說過 我們今天處理的項目 是延續上次的有關程序 上次是有三分鐘的發言 我準備給余下有幾位同事繼續發言 如果他們在場的話 我就安排順序的時間 請秘書將那個名單打出來 我們每人三分鐘 如果有需要發言的 也順序可以發言 其他的我就 稍後再處理 第一位李卓仁議員 李卓仁議員發言 主席在這裏 開麥克風給我 但是主席我現在不知道 你想我們為何會再講回那三分鐘 因為剛才在會裏裏 你講了一件事 你先聽我說 你剛才在會裏裏裏說了 就說官員可以動議終止待續 現在我想邀請官員 不要將民生不顧 將社會矛盾不顧 我想邀請官員 我想問官員 會不會是由他們 做個終止待續先 大家看到 外面已經這麼多市民 是聚集中 如果官員見到民意是這樣 你們都是鐵石心腸 還要硬推的話 其實這個政府是沒得救的了 我現在給個機會 政府救回自己 我想問 到底那些官員 會不會終止待續 主席 主席 那些官員會不會終止待續 現在是規程問題 不應該計我時間的 現在我在問那些官員 會不會終止待續 我透過主席邀請那些官員 問他們會不會 動議終止待續 去解決現在這個社會的矛盾問題 我們不想爆炸 社會 主席 繼續三分鐘 你講完我就 不是啊 我現在在問官員 主席 還有不是那些三分鐘 等一下有機會給官員答問題的 我再預先一次講給你聽 主席 剛才我那些一分鐘 全部是規程問題來的 我不是在講那些三分鐘的 剛才我是有一個規程問題 規程問題就是官員 會不會動議終止待續 這個是規程問題的主席 你說完了吧 不是啊 我在問這個規程問題 我現在要理解 我聽了下來 我就不認為什麼特別是規程問題 因為這個在之前我們已經處理過的了 如果官員要答問題的話 我剛才再講了 是有機會在稍後的程序裏面 有機會給他再作答 我講了之後 我就不再重複了 第二位是梁家傑議員 梁家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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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三分鐘沒有我看 是的 我都不知道什麼 我都不知道 我再講一次 剛才你們有沒有埋回 我還沒知道 復會的時候我說了 之前的規程問題已經集中看了 我們認為 作為議會的管理上 我看了所有之前的有關規程的問題 我作出一個決定 就是再提出的有關規程問題 不及之前的重要的話 我是有信納了 再有增加的都只有延長了 我們會議的時間 在管理上面 我是有責任去將這個會議繼續進行 所以我不再跟大家再討論這方面 如果跟我討論的 我只能夠按照規則辦事 下一位梁家傑議員 主席規程問題 梁家傑議員你是不是不發言 主席規程問題 我已經說了如果再處理 我會稍後有機會的話 我再重新跟大家說 現在我是用我的權力去處理 我已經聽過很多的規程問題 都是令我知道 我只聽一個 不要再講其他了 如果你講的 你簡單單單一講 我就立刻回答你 不會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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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